2017年1月16日 祖国之恋全球华人迪拜春晚 在酋长购物中心的艺术剧院隆重举办 本次活动由迪拜中阿卫视 阿联酋奇葩会联合主办 晚会现场 李林冰总领事讲到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 激奠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它能够增强我们作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是我们千百年来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坚实的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 鼓励我们大家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仅以此与大家共勉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在开拓自身的事业的同时 积极承担起中华文化使者的责任 让中国文化更自信 让我们中国人更自信 最后预祝今晚的演出圆满成功 同时也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更加健康美丽 合家幸福 今年吉祥如意 谢谢大家 阿联酋旗袍会会长李东霞讲到 这次全球海外华人齐聚阿联酋迪拜 展示500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良好的海外华人整体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海外华人 我的心中涌现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们海外华人都知道 我们的每一步脚印都是非常艰辛的 而我们个人无论多么优秀 我们的背后的祖国和我们的形象 是息息相关的 没有祖国的富强 就没有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弘扬中国文化 我们无论走多远 我们的家是中国 我说月是故乡名 酒是家乡农 万里人生路 一颗中国心 谢谢大家 迪拜中阿卫视台长刘海江 向到场的朋友们 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迪拜中阿卫视将继续努力 为中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做出贡献 本次晚会的演职人员 共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 近四百位华人参演 晚会的表演通过中国明月 书法 绘画 武术 太极 以及旗袍走秀和舞蹈 等不同的形式 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其中有美国乐乐艺术团 著名歌唱家 玫瑰琳演唱的小河糖水 歌词质朴自然 赋予想象 感情真挚 以轻松 优美 抒情 浪漫为特点 让人倾倒 来自日本的侨团艺术团表演的 中国明月合奏 万马奔腾 赛马 演奏家的精彩演绎 与精湛技艺 征服了我们全场的观众朋友 由巴西北京文化交流协会表演的 妖鼓舞 喜乐年华 祝愿大家赶上了好时代 喜乐年华 过上了好日子 红红火火 比利时警察总局武术教练 日本书画艺术协会表演的 太极 书画与古琴演奏相结合的节目 高山流水 将中国的多种文化融合在一起 展现了各国华人的爱国情怀 祖国之恋 2017全球海外华人 迪拜春晚 在歌唱祖国音乐声中 落下为女 跟着али 打开我们 在歌唱祖国音乐声中 在歌唱祖国音乐声中 ля瘋客人感到 帝拜中阿卫视报道 好